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希望之聲TV奧運專題 我是美玲 今天是7月30號 星期五 連日以來 日本東京都感染人數持續激增 當地時間30號傍晚 日本政府決定在最佳一府三線進入緊急事態 五道府縣使用於第二級別的防止蔓延法 下面請看詳細報導 7月30日傍晚 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進行的疫情對策會議決定 除目前已處於緊急事態的東京沖繩外 又追加了大阪府 其域 千頁 神奈川 一府三線 同時決定北海道 京都府 石川 兵庫 府港 一道 一府三線 適用防止蔓延法措施 兩者均由8月2號起實施 至8月31號 原本定於8月22號到期的東京沖繩也將順次延長 隨後的記者會上 首相菅義偉特別強調 將把對策重點放在感染者居多的年輕人施打疫苗上 並表示 到8月底將有超過60%的國民接種完第一劑 40%接種完兩劑 並要求各部門全力執行 同時呼籲國民 馬上就要進入暑假和榆蘭盆季節 希望大家沒有急事 盡量不要外出 返鄉探親也盡量回避 東京都知事小吃百合子也在今天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變種病毒Delta是非常可怕的 不要不當回事 大家一定要重視建立危機意識 希望之聲電視 日本記者站東京報導 在東京時間30號結束的比賽中 來自台灣的羽毛球男子雙人組合王麒麟 李楊 以2比0的成績 戰勝了目前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尼西亞選手挺進決賽 在31號的決賽中 他們將迎戰中國隊的李俊慧 李宇辰組合 當天的比賽中 中國隊在乒乓球男子丹人 蹦闖體操女子丹人 以及羽毛球混合雙打中 都包攬了金牌和銀牌 並且在男子200米個人混合泳中奪得第一 最終以19斤 10銀 11銅的成績 位列金牌榜之手 東道主日本隊在女子78公斤級柔道和男子團體重建中奪得金牌 至此 本屆奧運會日本的多金數量已經是歷屆最高 最終以17斤 4銀 7銅的成績排在第二 美國隊當天在女子200米挖泳中獲得銀牌和銅牌 在男子200米洋泳中獲得銀牌 最終以14斤 16銀 11銅的成績排在了第三 此外 在28號的男子體操擔任決賽中 中國隊的肖若藤以0.4分的差距 輸給了日本隊的喬本大輝後 中國網民紛紛到喬本大輝的社交網站上留言 質疑比賽播公 對此 日本體大體操部教練 前奧運體操團體全能同派得主甜甜好張 對日媒的配置做出回應 表示 肖若藤在單槓項目落地後 因過分興奮 未向裁判之意 犯了體操大忌 因此 已規定 扣了0.3分 對此 國際體操聯盟也發表聲明表示 評分是公平且正確的 以上是希望之聲TV 日本記者站 發自東京的報導